除了散場 只不過我 只剩在一半心碎 不管是幼兒園的啦啦隊表演 還是國小的泰谷 或者是社區大學舞蹈 精彩的藝文演出 讓今年水里香的幾層文化季 是格外的熱鬧 活動場地又設在火車站前的廣場 小吃的安排 有利吸引更多遊客來訪 在這裡有我們的火車 有很多遊客 經過這裡 然後也有我們在地 市區這些民眾 共同來參加 活動的地點馬上設在這裡 因為這是火車站 人家說火車塔 就是能夠帶動整個 我們水里香 不管觀光或農特產的發展 都能夠由火車站來開始 活動另一個重頭戲 就是要表揚 今年度幾層評鑑所有的得獎人 在經過嚴格的評選 能夠拿下獎項 真的是都不簡單 活動名稱雖然為 幾層文化季 不過現場是開放了 在地農產品的展售 有蔬果花卉咖啡等等 參與的農民 則感謝主辦單位的安排 辦這個活動能夠幫助我們 產銷班這個咖啡的曝光力 才知道我們水里原來也 吃產咖啡 我們相公所辦這個活動 可以促進我們農民 把那個產品大家提升 藉著這個活動把農作物銷得更好 議員成熟會看到此活動能夠帶動在地產業發展 除了肯定農民們辛苦栽種 也鼓勵類似活動 勸責單位應該多加舉辦 除了讓水里香的農產品打響知名度外 對參與的農民也提供了增加經濟收入的管道 由於主辦單位的用心讓每年舉辦的幾層文化劇活動是深獲民眾好評 像是才剛拿到幾層評鑑第一名及第二名的農友 現在所栽種的產品一下子已被民眾訂光了 可見此活動將在地幾層產業更加的蓬勃發展 明星網花葉懷 順利採訪報導